各位好 前面几期节目我们已经详细了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探索成果 了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 了解了劳动异化理论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他第二大理论发现 历史唯物主义 这部分内容就是大家通常意义上说的马克思哲学的部分 说到马哲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为我们上学时课堂上都学过 考试也考过 甚至我们张口就能背诵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 比如说物质决定意识 一切从实际出发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的等等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观点当成一种口头禅 而在我们的印象里 马克思哲学分为了几个模块 唯物论 辩证法 认识论和历史观 好 这是大家印象当中的 但实际上呢 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体系化的来呈现自己的哲学观的吗 这是一个疑问 然后在前面几期节目中我看到了一些朋友的留言 唯物是观里的物质是什么呢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那谁决定谁是如何量化的呢 决定比例又是多少 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容易引起误解等等 这里我看到大家有疑惑的提问 有质疑的审问 当然里面也有尖锐的否定 当然哲学的学习本来就是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去看待问题的 但批判的前提应该是在充分了解马克思学说的本意之上进行的批判 马克思哲学后期转向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它的这个批判的基础是什么 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哲学的精读之上的 那么如果你要来批判马克思 前提是对马克思援助精读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学说的本意的基础上进行批判 所以很多人对马克思的质疑 或许是不是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学习马克思的理论 都是从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而来的 而教科书里的内容呢 是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之后呈现出来的几个模块 问题就来了 教科书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的难道不是马克思哲学吗 我们要说基本原理当然是的 但这里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哲学 而这个发展的马克思哲学跟那个原本的马克思学说 就会有一些差异 正是因为这个差异 才导致大家对马克思理论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 换句话说 或许在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原貌的基础上 就开始进行批判 那么批判自然也是立不住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回到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追溯这种理论的源头 在十月革命之后 胜利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 就是在全党全国普及马克思主义 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一批马克思哲学理论家 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体系化的阐释 因为前面已经说到了 马克思的原著是比较不容易读的 而且他的观点都是散落在各个著作之中的 只有形成体系之后 才能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嘛 于是就有了两本著作 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 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这两本书开启了马克思理论体系化的相合 那么在1929年 芬格尔特·萨尔文特出版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和1931年西洛可夫·艾森堡出版的 《辩证唯物主义教程》 这两本著作就标志着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初步形成 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 1932年1934年出版的 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就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成 那么这本书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政治化的定位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苏联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做论证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 我已经把这本书的目录附在了文本区 那么从这个目录大家就看到了 这本书把马克思哲学分为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 其中《辩证唯物论》中的第五第六章 以及《历史唯物论》中的第五、七、九、三章的内容 是当时苏联政治形式的产物 那这本书作为了哲学的教材 它的主要的文献依据是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其中主要是引用列宁的文本 马克思本人的重要哲学著作却很少被引用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这本书第一次明确地把马克思哲学分为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 将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范畴 分别论述了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 而这些内容和结构 同当今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是一致的 1938年 斯大林又出版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使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 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态 也标志着这种体系在苏联和整个共产国际中被确立下来 这本书在二分结构的框架内将列宁的观点推到了极致 思维逻辑呢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线性的、简单的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其中描述的很多内容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教材的内容 比如说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 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 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 意识是对物质的反应等等 那么我们接触到的马克思哲学呢 其实是在1932年 里达改编了《辩证唯物主义教程》为社会学大纲 这本书是我国自己写的第一部 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蓝本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统一为特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开启了中国以教科书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 而这种影响直到今天 所以说我们课本上的马克思哲学的内容 也就是教科书里的哲学 底本呢是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学术界已经开始反思了 也新编了一些教材 因此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的哲学已经有了一些修正 但是四大模块相对隔离的局面没有改变 那么在以上的历史陈述中 我们已然了解到了教科书里的内容与结构的真正来源 其实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 是散落在他的著作当中的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体系化的哲学 甚至可以说 马克思哲学本身是没有体系的 马克思也没有构建体系的欲望 但四大零等出于意识形态 特别是宣传的需要 要构建出一个体系 有了体系大众接受才容易嘛 于是有了体系就会割裂出几个模块 这几个模块之间又按照一种逻辑展开 但一旦割裂出模块后 那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就丧失了 就好比说 唯物论和辩证法这种二分 本来这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不是说辩证法是一个提炼出来的独立的方法 运用在唯物论当中 而是说你在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阐述社会发展规律时 就不自觉地体现出了辩证法的态度 但经过体系化的阐释之后 我们似乎可以把辩证法单独拿出来使用了 因此大家要学习马克思哲学 一定要回到原著里的内容去学习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具体来说一说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体系化之后 会出现的问题 前面说到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大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进行一种二分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先去研究一下自然的唯物主义 这个世界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是怎么样的 然后把这个再运用到历史发展之中 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也就是说 苏联模式的立足点是自然 或者说是机械的自然 从课题出发来考察对象 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 从物质出发 把这套规则再运用在历史发展的领域里 去把握人与自然 人与世界的关系 认为社会 人以及思维 是物质运动的展开 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 既然自然界 物质是第一性 意识思维是第二性 那么自然也就能得出另一个结论 即社会存在是第一性 社会意识是第二性 那在这种方式下 就从辩证唯物主义 直线式的 简单的 推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了 就好比说 从A推到B 那么先研究一下 A是什么 A是自然的规律 物质的规律 然后把这个规律运用到 人类历史之中 不就推出了B 历史唯物主义了吗 好 这是苏联的模式 那马克思本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什么呢 他是先从社会入手的 立足点是社会的人 历史的人 现实的人 从人的实践出发去探索 人的实践是一个总的核心 因为人的实践就包含着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实践中去考察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个实践本身是丰富而全面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 人才体现出了一种创造性和能动性嘛 而正因为实践的基础 有了物质生活 从生活的物质生产本身出发 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 去考察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此基础上 人才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意识 所以 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为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 先从社会入手 从现实的人切入 从人的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切入 去探究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那么 马克思探究的这个自然 不是纯粹的自然 不是那个我们看到的花花草草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是人化的自然 那就此意义来说 苏联的模式将实践的本质就淡化了 人的主体性 选择性和创造性就被忽视了 社会发展规律在人的活动中的生成性消失 历史规律成了神秘的宿命论 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消失了 苏联模式犯了与费尔巴哈同样的错误 将自然与社会隔离开来 将自然看成是机械物理的运动 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那么 分离了自然与社会之后 就将自己的哲学基石建立在抽象的物质上 以此为基础 完成了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 从此就构建起了形式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实质上却是向自然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倒退 而这种倒退的唯物主义 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唯物主义 也正是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 使苏联模式中的辩证法成了相互联系 变化发展 量变质变 对立面斗争 简单机械的辩证法 辩证法中的实践基础抹杀了 辩证法就从一种批判哲学 变成扼杀批判的手段 今天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可能解开了困扰着大家的一些问题 因为平日里 大家并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的真相 所以会产生各种误解 我们也知道了 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本身是没有体系的 他的观念是散落在他的著作当中的 所以要了解他的历史唯物主义 就一定要从原著的内容出发 下期节目 我们就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 去看看马克思在原著中的思想是怎样的 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到底砍发出了什么 感谢收听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